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今天的这个podcast 我想来回答一个独有的提问 他是我们一个过去上课的同学 所以他在我们这个课后社团 问了这么样一个问题 他说 Joe跟Brian平常都是如何针对公司的议题 或者长期方向去讨论或者决策的呢 有没有什么系统方法、技巧或者形式 去进行这些辩论的过程 我得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而且这真的是这个多人 在事业经营上面最大的一个困难 因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没有两个人他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那大部分的新创或者是这个合伙失业 甚至我们讲这个婚姻关系 其实最容易碰到的 其实都是随着这个时间拉长 那伙伴之间因为这个认知差异 而开始有各种吵架或者是意见相索 甚至最后不得不走入这个纷争 或者拆火的一个结果 那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 就是我跟Brian两个人很像很像 但是其实我得说并不是这样 我们除了几个核心观念 核心价值观算是一致以外 我觉得其实在大部分事情上面的看法 真的是南辕北侧 我们这个形式风格 我们的性格其实也不太一样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差异之下 我们其实也合作经营了 至今也差不多十多年了 那我们经营上真的 其实平常意见相索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同事之间 常常都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会议室中 是有这个争执的 可是争执归争执 经营上最后总是要做出一个决策 所以这么十几年下来 我们倒也发展出一个处理争执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大概有三个原则 那我今天我觉得就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这个发展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不吵无法量化的事情 比方说要推出一个新服务 那你知道很多人这个时候的争吵就会落在 可能A觉得说这个服务客户不会喜欢 然后B就会很坚持说客户一定会喜欢 或者是要放一张广告 那A可能会觉得客户会选这个画面不好看 那B可能会觉得说 客户应该会觉得这个画面很棒 很喜欢才是 可是我得说 这种主观的议测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吵的 不管是你知道好声好气的和气的讨论 或者是大声的咆哮 其实你都不可能改变另外一方的观点 所以我都觉得这是最不值得吵的一种状况 但是我也得说意见本身的起点本来就是主观 所以我们现在的习惯就是 如果我们在意见上有起见 那当然还是可以先分别讲讲自己各自的主观 因为确实有可能另一方没有想到某个状况 比方说我想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如果使用者他是这样执行 那他可能会跳过我们想要让他体验的某个部分 那这样不是就可能会造成误解吗 那另一方可能就听一听觉得 对哦 这个事情好像没有考虑到 那我们搞不好这个流程上面 或者设计上面要做一些调整 那如果是这样这种状况 那问题还是可以凝聚共识 那最后大家还是会有一个结论 可是呢 那也有可能大家聊了半天 我讲了一些我的顾虑 他讲了一些他的顾虑 我说可能使用者这样反应 那这个使用者可能会跳过一些步骤 可是对方可能会觉得这个几率非常非常微小 不值得考虑 那如果在这样子各持己见的状况下 继续吵下去 那其实最后就会变成意气之争 那这整个讨论就失去意义了 那所以呢 面对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还好啊 我跟这个Brian都认同的原则 就是如果我们各持己见 都是主观的意见 没办法判断的时候 那唯一能做的 就是想办法取得市场的回馈 简单讲 看法起见啊 就有可能表示两方都是对的 也有可能两方都是错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收集数据 收集资料 来找出哪一个可能性最高 我们该朝哪一个方向靠拢 那当然 我们可能去做一些使用者的访谈啊 问问大家的想法 问问大家的意见啊 甚至如果这个东西 没办法靠几个人的访谈做出结论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入第二个原则 那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能不能透过实验 来取得一些客观的资讯 换句话说啊 主观问题没有答案 那可是两方都有观点 那唯一能做的就是设计一个小的实验 然后透过这个实验来取得市场的资讯 或者是回馈 比方说如果这是网站配置啊 广告的画面 广告的文字啊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做个简单的这个AB testing 对不对 可是如果这是一个新的模式 新的商业模式 新的商品 新的尝试 那我们各自有想法 那我们就去看看能不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来进行看看 其实你做了 你会收集到数据 你甚至会有手感 那我们两个人其实判断能力都还不差 那很多事情会无法判断 是因为真的缺乏 你知道做了那个事情的真实感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真的实验一下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 举个例子 像我这几天啊 在录我的新课程 就是那个销售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做法 其中我刚录的一集 就是在谈直播这个模式好不好 因为我就回忆到 我们其实去年年初 2019年的年初 我们其实就对这个模式啊 就一直有些研究 可是呢 我们两个对于这个细节都不太确定 不太肯定 觉得好像这是一个行销的方法 行销的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 Facebook一直在强调 直播的这个权重有在提升 可是我们又隐隐约约觉得 这个模式在行销上面 又有它的这个缺陷 我们两个讨论不出结论 所以我们就决定 不如就分别来用各自的习惯 来做各类的测试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几种进行方式 有答疑的直播 有访谈的直播 有自己分享一段内容的直播 有站着录的 有坐着录的 有用手机的 或者用比较好的摄影设备 用OBS的 这些我们都做一些尝试 这些尝试完之后 我们对这整个模式 就有运作上面的心得 好处坏处也有一个体验 然后后台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些影片 不管是及时的或者事后回看 跟这个使用者互动的这个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终于能做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判断 好 那这整个细节啊 我其实有收在这个销售专业服务系统化做法的第18集里头 好 所以你有购买的听众 记得到时候要去收听一下 那我在今天这里啊 我比较不是要谈直播好坏 我比较要谈的是说 其实我们在这整个十几年的经营过程中 有太多类似这种无法判断 到底怎么样才是好的 甚至有可能不是我跟他 不是我跟Brian意见上面的一个相左 甚至是我们跟市场上面的意见相左 那总之啊 我们在经营上碰到这种无法判断的状况 那我们现在唯一的习惯就是 也不要想那么多 就实验一下 收集数据 收集使用者的反应 那无论主观上 我觉得这个东西使用者怎么会喜欢 可是如果实验结果 市场的声音 他就是告诉我使用者喜欢 那我就只能低头 Brian也是同样这样的一个态度 因为只要市场的声音说了 那坚持主观 这个时候就没有意义了 那结论明确 就往那边做 也就没有彼此争执的一个必要性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化解了很多我们过程中 因为看法不同 可能吵架的这个机会 真的就化解很多 那再来 第三个原则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一方没有想法 那我们就试着做出一些东西 来让对方理解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其实在经营过程中 也常常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其中一方 可能看到一个机会 可是这个时候 另外一方 他可能暂时没有什么想法 那过去 我们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讨论 试着说服 可是后来发现 这其实很没有效率 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如果没有东西之前 反正也不具体 你去说服也没有意义 那不如就想办法做出一个东西 让对方看看 对方就会能理解 原来Brian的意思具体而言 其实是这样 举例而言 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年初的时候 一月份 二月份 我们其实对于这个podcast 也就是现在这个节目 这整个平台 我们其实都觉得 是一个该投入的时间点 可是当时 我自己其实是有点犹豫的 因为会觉得 做这件事情 这个好像不容易 对不对 等于是开一个广播节目 然后又不知道 要放在哪个平台 设备什么东西的 好像也需要做很多很多的投入 但是呢 Brian他当时就觉得 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没那么难 可以很简单的 立刻开始进行 所以他就开始 自己先去 设备了一个平台 然后拿了我们既有的设备 然后呢 他一口气 就录了这个 大概四集五集吧 然后呢 才来跟我分享 他当时的做法 他的流程 他的思考 然后我发现 确实 如果照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进行起来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 没有那么辛苦 平台也很好 然后也确实立刻就达到 我们要制作podcast 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呢 我也就被说服了 然后立刻就追随上来 可是呢 如果他没有做这整件事情 他只是一直努力说服我 那可是呢 我又不知道 我当时觉得 疑惑的那些困难点 要怎么克服 那最后 很可能两个人就变成 没意义的争吵 那最早 我们当时开始写文章 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境 当时我是自己 先开了一个部落格 然后我就默默开始写文 写了大概半年 模式确定了 然后甚至我也收集了很多 有意义的一些市场回馈 比方说大概什么文章 读者的反应如何 什么文章 其实读者不喜欢 这些东西 我都有收集 有心得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跟Brand分享 他也就可以比较轻松的 来开始进行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针对 就是有任何一方 没有想法的时候 怎么去说服 对方的一个执行方式 OK 好 所以我总结一下 我觉得经营上面 有纷争是常见的 但是大部分人 只是空谈感觉 空谈自己的主观想法 可是我得说 主观想法 是不可能说服 任何别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可以 你尽量让自己的人生 就如同我们小时候 做科学研究一样 实验 收集 控制 变数 然后得出结论 那我唯一得说 我跟这个Brand 就是很庆幸的地方 我们两个 都是这个工程师出身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对于实验这件事情 这个做事方式 是很一致的 然后我们也非常的 服从于市场法则 就是我们的想法不重要 市场的想法才是一切 所以我们就一路用着 这样的一个做事方式 度过这样十多年的 这个合作时间 那我是觉得很受用 也帮我们解决了 很多的纷争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 你把类似的方法 拿来应用 我觉得你应该也可以 跟各种性格的人 一起合作 而且让事业稳固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也希望呢 你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 有任何的想法 都欢迎在这个 Apple的Podcast 留言 或者到我们 这个大人学的粉丝页 找到关于今天 节目的贴文 留言让我们知道 那更多精彩内容啊 都欢迎透过 节目下方的 这个说明栏的连结 或者是呢 Google来搜寻大人学 那我们有文章的知识平台 还有各类精选的实体 还有线上课程 等你来探索 最后呢 别忘了追踪 我们大人学粉丝页 我们每天都会有 不同的内容 跟你分享 希望大家 继续跟我们一起 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下次见咯 拜拜